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宗盛 今天要请到台湾的爆料期望 那是张罕和张罕哥 张罕哥好 欧教授好 我们看到台湾现在是柯文泽和侯友谊 隔空交火 他们从蓝白河已经变成蓝白黑 而且是互相黑对方 只是目前是隔空交战 一个说是不要死的遇上不要脸 另外一个却暗指说遇上了诈骗集团 到底实实的真相是什么 他不在争什么 我们有请尼华哥来细说分明 尼华哥 欧教授好 这个问题有一个关键人物名字叫赵少康 赵少康是台湾选战民调引进的第一个人 他跟很多家的民调公司来往都很明确 也很熟 他们现在讲话 注意 他们都是根据民调在讲话 所谓民调在讲话 刚刚好11月24号 以后几乎台北政坛都在讨论蓝白 战的战犯究竟是谁 就是双方都要黑彼此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民调显示 柯文哲大概是24 26 黄珊珊大概是10 朱立伦是16 侯友宜是8到9 各位来看 这一些民调是侯友宜名列第四 他们认为侯友宜是受到了委屈 既然受到了委屈 那侯友宜讲个几句话就会被放大 那柯文哲要回应的话就会被缩小 一个有放大效果 一个有缩小 我这边让我请个例 那个侯友宜讲 我是一个不怕死的 碰到一个不要脸的 不要脸的一定死 那这句话是讲谁 侯友宜说 那我没讲柯文哲 你不要对号入座 赵少康也说 我们不是在讲柯文哲 但是明眼人一听 就知道你们在搞些什么 所以全台湾社会都听懂了 对啊 这句话 你不管讲到任何人生生 一听你就会懂 就好像李昂写北港相处 大家都知道在写谁 他说不是写谁也没人信 对 那这种东西 我们就只能够这样讲 柯文哲他也知道 蓝白战的原因是因他而起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 他就用隐积的方式 国外有人电话打到民政党 中央党部说要给我两亿美元 两亿美元说他要副手 然后这经过美国政府同意他 结果那时候罗森伯格 也会电话打给我 他说你看我经常就碰到 这些诈骗集团 经常碰到诈骗集团 他讲的是个案 但是他的结论是说 我经常碰诈骗集团 他们在骂国民党是诈骗集团 那是什么 对不对 就是说现在蓝白战或者蓝白黑 就成为一个选战的议题跟话题 双方都在争正头 都在争老二 所以柯文哲现在讲 你把我打成老三 那你是老二你还是选不上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这个话题是随着民调而转 大家都认为 这个蓝白黑黑蓝白战 是谁的责任现在正在检讨 一个是新闻话题 新闻话题非常热的结果 当然 侯友宜就要义有所使 先把柯文哲打成老三在讲 等你变成老三的这个话题 那也不存在了 对不对 欧教授 没有错 友华哥说的好 友华哥跟小弟我 都是在媒体上担任很久 而且担任总编辑 并且在政治选举上的相关议题操作上 都有些经验 我们有一句话说 你千万不能只是看着民调以后才办事 你也千万不能看到热点议题出来 你才要跟着讲 否则你只能是跟着人家的伪候热 也就是说你拿不到最热的 你肯定是拿不到头彩 换言之 如果你想要胜选 你是跟着民调出现以后 你才去制造相关的符号 想要来炒热 或想要来跟风 那你就慢了一拍了 慢了一拍 在武林上你可以说 等于你输了半招 那你咽喉就给封了 所以目前为止 虽然赵双方 他们是跟着民调走 但是总会输半招以上 甚至会慢了一拍 慢两拍 以前国民党慢了更多 可能是慢了五拍十拍 甚至二十拍 像产判地上睡觉 现在我来邀请有华哥 既然咱们要帮蓝白 或者说帮侯永宜 就索性告诉他们 不能只跟着民调走的真实原因 人家邱一人 他们是什么方式 在引领让民调 反而跟着邱一人的 创造符号或注意人的手法 民调来跟着他们走 邱华哥 您给他们指点两招 有请邱华哥 就我所知 这种叫做负面文权 可是你真正打负面文权 你打太重的话 别人会反感 选民也会反感 现在民进党的操作 他最好的方式 是引导议题 然后反应议题 然后再打击议题 反正先讲先赢 路易奥知道 侯友谊现在讲 柯文哲讲的非常多 因为非常多 柯文哲就是被动回敬 过去柯文哲一直讲侯友谊 我重来退选 你也选不上 韩国瑜跟柯智恩都比你强 如何如何 我跟你侯友谊搭配 你侯友谊是我的副手 你还成为我的负担 我的选票 如果是柯侯佩的话 你是我的负担 然后他又说侯柯佩的话 我的民调都会跑光光 就是天天在戳侯友谊 现在侯友谊逮到机会 一看民调你是蓝白黑的战犯的时候 他当然他要拼命讲 他要领导议题 记者就去问柯文哲 柯文哲不是讲新陈散念 新陈散念吗 柯文哲这个问题没办法回应 刚刚好就打到要害 现在只能够转个一下 说国际诈骗集团 但是国际诈骗集团 你谈的是个案 侯友谊是直接 没有点名就是你 但是他直接告诉你 就是你 对不对 不要脸的一定死 对不对 没错 侯友谊讲的这么清楚 为什么柯文哲他要迂回 原因就是在于 这种问题他不能回应 他一旦回应的话 我坦白说 引导议题反应议题 在打击议题 对柯文哲绝对不利 所以柯文哲就是转了一个弯 就算了 我就不回应这个问题 但是各位要知道 议论的引导权 现在在谁的手上 赵少康跟侯友谊的手上 所以让柯文哲吃了哑巴亏 我来总结一下 有花哥的刚才的交代手则 首先是带风向 也就是引导议题 这个大概你需要招个三到五天 接着是批判对象 环绕的对象 让这个对象变成是风火连天 让大家都围观过来 这就需要三到五天 接下来就是第三步了 就是重点打击对象 打击重点议题 这又需要再三到五天 一个议题的 从延烧带风向 到批判环绕 到重点打击 让对方受到重伤 加重起来 至少要两周 那么他就可以由黑到红 或者是由红到黑 有花哥告诉我们的重点交代手则 请国民党跟侯友谊总部 好好听清楚 千万不要只跟着民调走 而是你要创造民调走势 感谢有花哥 谢谢有花哥 谢谢